防疫三级警戒各大旅游景点或是餐饮业都必须配合中央防疫政策暂时封闭停业 等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收入,好不容易在13号为解封 没想到餐饮业一天,14号一早,花莲就接连发生了20多起的地震 让寿风箱一处网红打卡景点也传出灾情 只好被迫再多休息一天,做环境的修缮及后续的整理,出估损失40万元 画面中遗震剧烈摇晃,原本趴在地上休息的狗狗也被吓得四处逃窜 花莲14号一早6点52分,发生规模5.2有感地震 紧接着又有20多起遗震,知名休闲露营区海崖谷13号才刚恢复营业 却传出受到地震影响,暂停营业 其实好不容易为解封,我们才开始对外去营业,也休远一个多月 那结果才营业一天,刚好又碰到地震 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明天可以开始营业 入口拉起红龙,贴着公告写着施工中 业者好不容易等到为解封,这回又得拉下铁门暂停营业 因为营区内部乱成一团,看看监视器画面 五年一阵剧烈摇晃,所有物品全都倒了下来 换个角度也能清楚看到放在最上层的物品 全掉落,重重砸在地板上 就连柜台也明显感受到摇晃 抽屉甚至被摇到统统自动打开 第一个反应是想说先靠角落 等证两三次之后才跑下了 主要是被盘破的比较多 然后水塔也有破掉 那变成我们水塔会整个换新 然后地面修补跟水电 今天一早都有来整理 至少破万以上啦 五十几个盘子全部破掉 餐具用品通通散落一地 墙壁出现超大裂痕 就连水塔也有破洞 还好建筑物地基没事 但算一算,出锅损失至少三四十万 业者真的好无奈 因为三级解键期间几乎没收入 这回又因为天灾损失 简直是雪上加霜 谢谢这种报道 我们老板家还是没有炸点纸 用的 谢谢大家